在七毒火车站旁边重要的车型以及人行地下道 长新地下道 最近被民众发现部分人行道的地砖 隆起破裂相当严重 已经影响到民众行走的安全 因此民众向机动室议员杨秀玉反应后 杨秀玉也亲自到现场了解状况 并且争取市政府公务处 在这两天内紧急处理 先用水泥铺平破裂的地砖 维护行人的安全 在这个我们七毒火车站的长新的一个陛下道这边 那昨天有民众请问说 这条整个专道 这条整个地砖的地砖非常温柔 非常温柔 那我昨天晚上 马上打给那个科长 请他们来寻补 他去我了解说 他们做过圈的事物 他们愿意来帮忙 那刚刚我也跟我去这个 那个科长提问过了 他说明天上午 会请那个相关单位 施工单位 会在现场 做R7的那个 就是水泥的一个先填底 先暂时 先就是说 还给用路人的安全 那也谢谢我们的合科长 做事非常的用心 这一点真的值得我肯定 那也希望我们相关单位 要注意行的安全 尤其是跟我们老百姓 每天生活在一起 相关的议题要重视 杨秀玉表示市政府公务处指出 这个地下道应该是属于台铁局负责 不过为了保障民众安全 公务处将会先行来做紧急处理工作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导